念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只是心里一直不踏实 有不踏实感 阿弥陀佛真的听到我在念他吗 临终师他真的会来接应我吗 我给你肯定的答复 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应你 阿弥陀佛也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要问为什么 你有疑心 大乘教育的佛讲得很好 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怎么样念佛呢 念佛有三个秘语 第一个就是不坏 第二个是不夹杂 第三个是不间断 大师至菩萨教给我们的 都摄六根静音相机 不加方便自得心开 前面年就是修音了 后面年就是果得了 你一到这个方法就修了 不要再加其他的方法 不加方面就是夜门深处 不需要其他的方法来帮助 夜门深处 功夫道理的时候 心开就是开悟了 那有没有感应的道理 你带着怀疑的心就错了 全功尽弃 只能说得不念好 阿赖耶诗里的总录一个印象 这就是阿赖耶诗中一个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有成就 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法门 你不怀疑了就会有成就 怀疑是不会有成就 架杂不会有成就 那我们许许多多念佛人 到最后不能往生 大概原因不外乎着念 一种是架杂 一种就是这个疑惑 那么不救的办法呢 就是多学经教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念佛堂 为什么每天呢 还要教大家听上几个小时的经 主要就在此 这个听经帮助我们断一生性 道理到此地 另外一个目的呢 听经也可以把你的架杂打断 因为你不听经可以胡思乱想 一面念佛了 一面想东想西 这个也是把你功夫破坏了 所以我们的念佛堂 这个大概从事每天有四个小时 到六个小时 学习经教 也是叫你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